继郑家影陈凯琳妇女恋正式开花结果后,这一对恋人开始进入催婚尴尬状态,女方是TVB一线花旦,从主持人到艺人,袭击能力不容忽视,而且父亲黄永华近年来晋升为上市公司主席,身家最高一度暴涨至66亿。 2016年时,父亲连望上市时,黄翠如曾写准丈夫肖正男现身道贺,不过可惜,二人虽然同居,但是肖正男至今仍不愿求婚,黄翠如家中有五姐妹,五人皆未婚,而翠如今年已37岁,父亲十分担心。 据知情人透露,黄翠如家在大部,所以自己享有个字梦寐以求爱潮,康乐园独立屋最适合,现实康乐园一个千多尺的独立屋要两千万起,对于黄翠如来讲绝对负担得起,小正男迟迟不提婚事,唯有黄翠如主动,打算以豪宅作为嫁妆,有记者在康乐园遇见他们看房子,就问起婚期, 二人回应结婚仪式,黄翠如讲再见,自己匆匆离开,而肖正男回应,不回答,又是拖字绝,拍拖已经四年,又是公开恋情,见到记者二人仍要前后脚入大厦。 谢谢大家